第46届欧洲台湾协会联合会年会 今年适逢台湾第三次的政党轮替 特别以岛屿天光新共和新国家第三势力政党的兴起 与台湾的新政局为题 举办了一天半的座谈会 那么除了乔委会委员长吴欣欣 祝德代表谢志伟亲自到场支持之外 还有第三势力政党代表人物前来 要分享他们的理想与愿景 欧洲台湾协会联合会第46届年会 在悠扬的音乐演奏中拉开序幕 由于今年初台湾进行了第三次政党轮替 因此欧洲台湾协会在年会期间 举办岛屿天光新共和新国家第三势力政党的兴起 与台湾的新政局座谈会 邀请第三势力政党代表人物 介绍他们的理想与愿景 欧洲台湾协会会长傅佩芬 特别介绍协办单位 也就是2014年太阳花运动之后 在法兰克福成立的330法兰克福行动组 我们这次330法兰克福小组就是有一起协办欧台会的联合会 然后在法兰克福举行 其实主要的目的是因为 其实在德国留学生或在德国的台湾人 其实每次回台湾不一定会见到台湾的政治人物 就是他们有想要说的心声 有想要问的问题 都没有办法很正确的表达 所以我们就希望可以借由这一个欧台会的契机 然后邀请就是年轻世代或是比较现在中生代的立委 或是第三新势力来欧台会 然后一起参加这个盛会 我们希望台湾可以朝越来越好的改革之路前进 希望大家都可以献上自己的公民的参与的力量 乔委会委员长吴欣欣首先代表蔡英文总统 向欧洲台湾相亲表达问候 并表示台湾能有今天的民主自由 都是在全球包括欧洲侨胞的努力成果 并期望大家继续努力增加台湾在欧洲的能见度 祝德代表谢志伟也在会中特别感谢海外侨胞 多年来默默为台湾付出奉献 黑森邦友台协会会长提笔表示 支持一个民主自由的台湾正是德国友台协会成立的宗旨 他感谢所有民主斗士们为了台湾民主化尽心尽力 祝谈会首先由绿党中央执行委员李根正 谈从2016年大选看台湾的公民社会与政治 随着近年公民运动的发展 已有一批支持第三势力的群众 关心台湾的人权、社会正义、环境、多元民主等 李根正期望台湾从政治民主走向社会民主 经济民主的民主深化发展 接着立法委员也是时代力量执行主席黄国昌 为大家说明新国会的改革方向 激进特议中常委黄建龙则以新共和的想象 台湾独立的新面貌为题介绍激进彻翼的理念 社会民主党发言人苗伯雅则呼吁大家应该把握 百年一遇的历史机会 在今年政党轮替后坚定支持自由民主的中华民国 福大哲学系助理教授沈青凯 最后主持了一场转型正义及正义的转型座谈会 让与会各第三势力代表进一步回答侨胞们的提问 包括司法、第三势力的合作、族群、环保政策、转型正义等 相当深入的议题 会后贵宾们享用小点心 并就台湾未来发展进行交流 逐渐海外侨胞们对台湾民主政治发展极为热切的关心 台湾宏观电视张勋仁 德国法兰克福 台湾澳岛